第十一章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新年蒙恩 今天读经广诗 我们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 十一到三十六节 主题 救恩确实是从犹太人出来 我们先读几节的经文 我们读十一章四九到二十二节 四九节这么说 你若说那知子被知下来 是特为叫我借上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知下来 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自告 反而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知子 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赐而严厉 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像你是有恩赐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恩赐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我们先祷告 天父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 已经进入2024年 这是充满未知的一天 现今的世界混乱不堪 经济政治动荡 天灾人和战争疾病 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化身 唯有靠主我们得安稳 得平安 愿新的一年 与你的关系更密切更近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命 上帝的计划是非常复杂 精细庞大的 因此他要不断的把一些奥秘 启示给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就是愿意来听福音的人 因为犹太人现在硬心不信的过失 因此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身上 所以救人精武就领到了外邦人 目的是要激励他们法分 因为万事都呼声效力 现代大富翁的犹太人拒绝福音 而许多外邦人接受了福音 反而他们因性被称义 犹太人想要追求行律法的义 律自己的义 反而得不着神的义 因此保罗认为 当福音的好处临到外邦人身上的时候 会激励这些硬心的犹太人化分 因此他们会进一步 想要来效果这些得救的外邦人 能软下心接受救恩福音 因为他犹太人的不信 反而令外邦人得了救恩 带来了富足上帝的丰富应喜与荣耀 但是对犹太人人人是愿意给他们机会 对他们的慈爱还是永远的 所以有一天他们的锋芒 也就是神在他们 幽太人的民族里给他的慈爱的应喜和计划 对于完全,对于实现,对于完成的时候 那带给世界的苏联祝福将是更大 那有一天这些大部分不信的 这些犹太人在神的恩典之下 他们愿意让神完成 完成犹太人民族的 荣耀计划实现的时候 将带给世界 世界比现在还要更大更大的苏联祝福 保罗提醒基督徒不要骄傲 不要以为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耶稣 就以为我们比他们高一等 好像神就是咒诅犹太人放弃他们 对犹太人的应心 神暂时性地丢弃他们 也可以说犹太人丢弃了神 给他们现在应心称义的福音 世人就有机会与神和好 若他们不被丢弃而被神接纳了 给他们的机会悔改 德教的外班人一样 与基督徒一同成为上帝的法定继承人 当他们念接受福音的时候 他们将要给世界更大的苏联贡献 以祝福 第一个苏联的祝福 他们会带给世界一种 从死亡中有生命可以出来的 一个非常大的苏联大复兴 第二他们最后悔改 将会让这个世界进入到一个尾身 把世界带进去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 那时候使人要复活 信主的人要称义 不信的人要被定罪的那一个大决击 所以保罗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 他相信 忧太人暂时的印心 被灭都是带来世界的祝福 那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复兴起来了 将会把人类历史带入主耶稣基督的心意里 我们这些被神接上的资子不可自高 反而要既怕敬畏神 不要走那些不敬畏神 忧太人的老路 靠行立法 花口而不是行神而来的行意 神既不保留爱心 原来的资子 那么我们这些靠神 借的资子也会被执断 可见神的预言力 以恩赐 神有两方面 恩赐预言力 想那些不悔改的人 只会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人 上帝对他是预言力 而想那些归向上帝的 他又是恩赐的 所以只要我们长久在他恩赐里面 我们就停留在因信称义的恩典里 我称义称顺的生活 这是神要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态度 你若不仍我们也会被砍下来 这些被直断的资子 若不是长久不信 他们有一天仍然要被戒上 未来还是有忧太人 他们会归信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 因为神能重新把他们重新戒上 不是靠他们的行为 是靠他们因信被称义 如同现在外版人是怎么样被戒上的 他们以后也要被戒上 神对外版人 幽太人的拯救方法 从旧约到新约 也永远一致就是因信被称义 因信而成为神的儿女 其实大部分的 幽太人是应信的 既统计 2023年世界上的基督徒 约有23.8亿 以色列2023年人口973万 基督徒但总人口的1.9% 只有18万人而已 也就是只有18万4870人 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就是上帝在万国万民当中 并以色列人当中 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拯救计划完成 包含值一量的完成 值一量的目标达成 包括得救的人数 包括上帝的旨意 而计划在外邦世界当中都已经完成 那个时候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犹太人不懂外邦人也不懂 以色列全家不是全部以色列人 而是悔改归向上帝 因信称义的犹太人 圣宰就是一个大奥秘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辞 祂的终极何其难行 求为神主动把祂的奥秘 启示给祂的使徒 启示给祂的教会 启示给祂的百姓 谁知祂的心呢 谁做过祂的谋事 给祂出计划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 依靠祂 归于祂 原来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主 你自己伟大的救恩奥秘 将你自己白白的恩典 因信而被称为义 而得以成为逃神喜业的义人 而能成为神的儿子 一直都耶稣 一同承受父神 万有以及神的国度 我们谦卑领受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感谢主 奉主耶稣记得圣明祷告 阿命 神爱你们 愿神赐福